小时候 总有许多天马行空的幻想 像是衣橱的后面 有一扇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门 或是掉进树洞后 来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 还跟会说话的动物一起喝下午茶 然后在那里进行的冒险 甚至和他们一起拯救世界 这些想法就让我好奇过 这世界上会不会有这么一个神奇的秘境 可以带我们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呢 虽然这次穿越隧道 映鹿眼帘的不是像动画般形少女 或是像爱丽丝掉进树洞后的奇幻世界 而是一个被称为雪国的梦幻国度 月后汤泽 本集影片由Aless赞助 如果你有版权音乐的需求 这里有很多类型好听的音乐可以下载 用音乐和音效 让你的影片增添不一样的色彩吧 哈喽大家好 现在人在成田机场 是日本的早上11点40分左右 日本的空气真的很香 就是这一次要准备去滑雪啦 耶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不会画一只记得白安 这一次趁着雪鸡寂寞又跑来滑雪啦 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天一夜 但真的是超级开心的 不过呢 我自己是滑雪新手 这是我的第二次滑雪 当心也有不少人跟我一样 想要接触滑雪 但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像是要怎么选滑雪场啊 要选snowball还是ski之类的 我当初在找的时候 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在准备 尤其日本全国滑雪场有几百个 救命啊 到底要去哪一个 别担心 这支影片会和大家分享 新手 该如何挑选适合的滑雪场 还有分享我最爱 CPU超高的滑雪场旅馆哦 如果你还不知道该去哪间雪场 或是你也要来越后汤泽去滑雪的人 都可以继续看下去哦 别忘了在影片开始之前 帮忙点个赞和订阅 好人一生平安 上厕所都有卫生纸 吃便当都有附筷子 那我们就开始准备 今天的冒险吧 那要怎么从成田机场 到越后汤泽去呢 我自己是选择最简单又快的方式 就是搭skyliner到上野 再转电车去越后汤泽 那skyliner的售标柜台 机场通关出站后 顺着旁边的手幅踢下去 就可以看见咯 我自己觉得第一次来也不需要担心 因为上一次就是我第一次来日本 而且还一个人 就是不懂的地方掏出手机翻译 然后请教旁边的路人说 あのーすみません 然后拿手机点翻译给他们看就行了 大家都很好的哟 虽然skyliner比较贵一点 要2500日元左右 但可以节省另外地铁转地铁的麻烦 加上还要拖着行李到处跑 用赏的应该就觉得很累吧 到了上野站 说要出站不行 一小段距离才会抵达JR的上野站 但不用担心迷路 因为路上都有很清楚的标志 就连我这个超级路痴也能顺利到达 日本的路标真的是很让人放心哦 接着进到里面的售票中心 可以拿手机打字给里面的服务人员看 月后汤则指定期 他就会带你到机台或者是柜台前面 应当你购票哦 那如果你是三天会在以下地区啪啪照的人 不妨可以购买东京广域周游券大概是1万日元 可以不限次数搭乘 比起单买车票会相对来的划算哦 但是也要记得携带护照才可以购买 那往月后汤则的月台呢 是在19号月台 刷进站后顺着往右边走 就会来到第二个... 站立站? 那在进站后有好几家商店可以买东西 也不用趴在车上饿肚子啦 不过我每次除了奶茶跟饭团 就不知道买什么东西了 大家如果推荐的日本超商美食 拜托快点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接着到了拐角 最后有个电梯可以学到楼下 记得是B419号月台哦 哇...回来了 超漂亮的 终于下车了 经历了快两个小时的车程 累死我了 人真的也变好多哦 呀呼!终于来到月后汤则啦 那汤则区呢 有多达数十间滑雪场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滑雪胜地哦 而且距离东京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每到冬季都会吸引到不少的人来这边滑雪 我第一次来到这边就印象超级深刻的 因为从东京来到这边会穿过一个很长的隧道 但是一过隧道呢 世界就会忽然变成雪白色的一片 真的会让人忍不住想说 太漂亮啦! 那月后汤则不仅滑雪出名 又是雪国号称的它 还是有着长达800年历史的温泉香哦 而且啊这边的温泉 听说是对治疗身体有非常好的功效 在结束一天的滑雪之后 来泡汤放松身心是再耗不过的事情啦 那它里面有很多可以逛的店 那我想要等车的时候来买个 这是皇家奶茶大杯的 啊 thank you 那除了滑雪还有温泉 它的清酒和月光米也是相当的知名哦 而且这里的米好吃到 有很多的日本人和观光客 会专程搭车过来这里吃或者是买回去 另外我觉得这里除了好逛之外呢 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这个清酒博物馆 里面只要500块 就可以喝到五种月后汤则的酒哦 好热的冷车 出站后往右边 我们接着要去搭车啦 搭车搭车 那我们要搭的那个 就是在正前方的这一个地方啦 那这边又有写一个 岩园滑雪场的时刻表 就可以在前面等车啦 然后可以看到那个车牌上 有个岩园的标志 而且旁边等车的地方 还有一个休息的空间 除了有厕所 还可以投币买饮料 就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然后你冬天来的话 他这边还有一个暖炉 我上一次就是在这边跟人家围炉 然后呢 还有个弟弟给我那个 他的巧克力送 哇 台湾景 大好 并没有 应该没有人发现 我的衣服换了一个吧 其实我不是下飞机后 就来到这个地方 我是先去新宿玩一天 然后才过来滑雪 而且我昨天喝的真的 非常的多 到现在头都很痛 好痛 现在是3月6号 那雪况的话 比起1月来的时候 真的是少了非常多 可能也是因为最近天气比较好吧 我不晓得 那这应该就是我今年最后一次滑雪啦 而且我蛮意外的 我上一次介绍的那个滑雪场 还有那个住宿啊 有很多人跑来私讯我 所以我这次会好好地介绍那一间房子 就是那个Garden Crest的那一间住宿 哈啰 刚从车站下来 那我们人现在是在整个 沿原滑雪场的左侧 哇 我们要去最右边 哇 给你们看附近的景色 但没有上一次那么雪白了 那停车场的中段 会有一个联络道路 就是贯穿整个沿原滑雪场的地下道路 那我们要穿过那个通道 给他们见过那天 就这么快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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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UCHGO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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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棒的 好喜歡這個地方 驚喜 打了啦 剛剛check in了 超級順利的 而且這一次讓我很意外的是 給我私人床 更沒有那麼多人 我必須說這個旅館的好處就是 推開房門就可以直接在外面滑雪喔 超酷的吧 放一下東西 準備再出發囉 好啦那就準備去snowboard 剛著裝完畢 眼睛都睜不開 現在是下午的三點半左右 預計花兩個半小時 晚上六點吃晚餐 那來雪場的話 他們都是要買那種 懶車券 你可以買一日的啊 或是幾個小時的 那我這次會待上兩天 所以要買兩天的懶車券 剛買完票 準備 上懶車啦 懶車它就在旁邊而已啦 蠻近的 而且我上一次 因為第一次來 真的滑雪場 委員怎麼上下懶車 我不會 就跟著排隊 然後才發現 啊 要上懶車了怎麼辦 反正就是你可以看著人家的動作 所以 也沒有很難 頂多下懶車的時候 只有摔一跤而已 上懶車了 就是要在這邊排隊 等著上懶車 它就是要先到前面等待 然後就可以上了 啊 耶 上來了 然後它上面還有個推桿 可以推下來 幫你安全的使用 是不是很美 我是看不到後面 但鏡頭應該是正對著對面吧 我要說一下為什麼這個雪場 我會這麼推薦呢 可以看到後面有很多住宿的地方 那個就是 在滑雪場裡面的旅館 你滑那個 都有很多東西可以吃 直接滑下去到中段 就甚至不用滑完 你就可以去吃你的午餐 買飲料什麼的 那它裡面也有內建廁所 所以我就覺得 整體是很方便的 我這次 買的衣服是在那個串三甲 在古丁那邊 那我自己覺得 對這件非常的滿意 雖然 呃 滑雪跟爬百月的衣服不太一樣 所以它沒辦法拿去爬山 可是在雪地裡 你看我一直穿一件 就知道它有多保暖 上次也是零下幾度吧 負到負七嗎 我也是只穿這一件 裡面穿個短袖 完全不會冷 連褲子都是在他們家買的 板子跟雪鞋自己就沒有買 因為還沒有到那麼進階啦 不可能每年都來個好幾趟嘛 那我覺得這個錢就 省下來在這邊租就可以了 呦呼 順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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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 出來之後趕快到旁邊 那要挑選到適合的滑雪場真的不容易 因為要考慮的因素有很多 現在就和你分享 我在找滑雪場時 有注意的幾個重點喔 第一 滑雪場的交通 出國短短幾天的日子 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的寶貴 所以滑雪場的交通呢 就非常的重要啦 最好是在車站附近 或者是有巴士、公車接送的雪場 都會讓你有比較充足的時間喔 第二 Ski in ski out 旅館或飯店 那Ski in ski out 就是在滑雪場裡面 就有旅館和飯店 它的好處就是呢 可以幫你節省體力 還有交通的時間 相信我 第一天滑雪完 你真的不會想要煩惱 還要趕車啦 或者是跑很遠回飯店 而且有旅館在雪場裡面呢 滑累了 就直接滑進去泡溫泉 真的是超爽的 第三 初級雪道的數量 通常在滑雪場裡面 會有幾種雪道的分類 像是黑色、紅色、藍色、綠色等等 由難到易 如果你去到一間滑雪場 結果都是難度較高的滑雪道 那你的腿真的會很想哭 第四 滑雪道的傾斜度 除了雪道的等級分類 另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坡度較緩的滑雪場會比較適合新手喔 像是岩園最大、最長的練習道坡度只有30度 而且面積又很廣 有足夠的空間可以讓你練習C-Turn 或者是S-Turn其他的技巧喔 就不用太擔心會和人碰撞 5.滑雪場熱門程度 你一定會想說 熱門還不好嗎? 那是因為 通常喊得出名字的雪場相對人也較多 像是苗場、Gala 這些都是有非常多人會去的地方 尤其是在假日或者是節慶的期間 就會非常的恐怖 在滑雪的時候 就要非常小心會去碰到其他人 另外像是搭纜車的話 排隊的人潮也會非常的恐怖 所以我覺得 新手不要去人相對多的雪場 會滑得更自在喔 第六 雪票的費用 在日本的滑雪場都需要搭纜車 那滑雪場的收費方式呢 就是去購買纜車券才可以搭乘纜車 至於費用的話 每一間都不太一樣 不過通常纜車券會有方案 像是搭配雪具的租借啊 官網的優惠 或者是雪場周圍的旅館有配合的話 也都可以買到相對便宜的纜車券喔 所以在考量雪場時 也可以把纜車券 住宿、交通、裝備租借 費用一次算好 方便你在整理每間雪場大概所需要的花費 第七 單版、雙版的選擇 欸...我覺得這個就是比較個人的選擇啦 我自己是一眼就選了單版 因為感覺比較帥 又可以騰出手來自拍 那聽朋友說 單版是入門難 進階相對容易 而雙版呢 是入門簡單 但是進階相對的難一點 就是一個交叉的感覺 那至於想選哪一個 我覺得 既然都是新手 不妨都可以嘗試 體驗看看 哪一個滑起來比較順腳喔 第八 有沒有中文教練 雖然我這兩次來都沒有請教練 但我有在幾個 Facebook的化學社團裡面待著 有一些教練會跟著課程 地區趴趴走 所以選好選場後 不妨可以到臉書的社團去詢問 有沒有教練 在這個時段有空喔 但我還是超級推薦大家來沿原滑雪場 像是交通方便啊 雪道大又寬敞 雪場中段有餐廳 有溫泉可以泡 最重要當然還是我們今晚的住宿Garden Class啦 晚點再跟大家分享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適合的滑雪場喔 耶 低滑 順利 順利到港了 耶 乾杯 太累了 滑雪真的超級累 而且腳又痠 還好滑下來到一半就可以買那個飲料 或者是去那個餐廳 超讚啊 後來再滑了一趟 就趕快趁著天黑回來空拍了 那我會這麼喜歡演於滑雪場 有很大部分原因 是因為這一間Garden Class的關係 不只住的舒服 而且餐點又好吃 重點是價格真的很佛心 尤其是老闆真的是很親切又可愛 在我剛進門的時候 你們應該就可以體會到了吧 其實呢在一開始我根本沒有找到這一間 因為在訂房網站呢 都找不到這些藏在學廠內的旅館 我就想說怎麼辦 我要沒地方住了 然後就在Google map上面亂拉 然後放大再放大才發現 欸這些旅館是出現在Google map上面 那這間Garden Class呢 它的預約是要用網站寫信詢問 然後在兩三天內他們就會回覆了 那在信中跟他們確認好日期人數 之後就可以開開心間的入住啦 我這一次的花費呢 兩天一夜含早餐晚餐還有泡湯 金額大概是15930日元 大概是3463台幣 這個價格在滑雪場裡面的旅館 真的是相對便宜很多 其他間的滑雪場旅館真的會嚇死你 另外有空的話 他們其實還可以安排來回的接送 所以你只要在信中告訴他們 你的列車集點到月後湯整站 就不用跟我一樣等公車 是不是很貼心呢?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要去洗上一次心理箱裡面的髒衣服 沒錯他們在裡面待了兩個月 好可怕 但還好沒有錯位 好啦我自己說的 我來介紹他們的B1好了 他們這邊可以洗衣服是頭臂的 然後上面還有那個紅乾肌 那B1這邊還有什麼呢? B1這邊呢 除了廁所還有 可以在這邊租東西 這邊有板子跟鞋子 然後後面有兩間地方可以存放 那你的行李啊 或者是東西都可以放在這裡 接著B1呢 最精彩的當然就是泡湯啊 那這邊有女湯跟男湯 來讓我們看看男湯長什麼樣子 現在很順手還自己開燈 把這邊當自己家 這邊真的很讚耶 他這個湯呢 有這邊可以洗澡 除了這邊可以洗澡 跟裡面的一匙之外 跟你講 室外的風呂就在這啦 喔好冷喔 外面的電燈在哪 我晚一點再過來好了 這邊真的很讚耶 你看你可以邊泡湯 然後邊看外面的雪景 OMG 超美的吧 耶 準備用餐了 很喜歡這個小電鐵 那他的用餐區就是在一樓 大門的左手邊 而且很有味道 你走進去就會那個很像蠟燭的感覺 哇 是不是很漂亮 有找到我的位置了 應該是這個 耶 這是今天的晚餐 然後自己是坐在那個雪地旁邊 我拍不出來 但旁邊就是美美的雪地 那他還可以在這邊點他的飲料 或者是酒 然後這些錢都是在 最後一天離開前才會結算 這樣子 整個就超溫暖的 很有氣氛的感覺 我拍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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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聽到 那邊看 有些人 有名的 我拍不出來 你會聽到 這間不見 我拍不出來 HELLO 現在是晚上的七點半左右 那本來預計要晚上去花夜花 結果今天沒有開 他平日的話不會開晚上 只有假日才會開放夜花 小小的失策 距離等一下去洗澡 預約洗澡的時段是八點 還有半個小時 那我就先出來走走 看看夜晚的雪場長什麼樣子 晚上的雪場也是別有一番滋味 手機太爛了拍不出來 結果整個感覺很寧靜 哇 終於 雖然不知道只是這麼長盒可以穿 但是好像在日本穿就很容易到 自己這樣 好啦 現在要去洗澡了 YA 然後還有曬我的那個衣服 烘乾 把它拿去烘乾 好啦 我們來重新開箱一次這個 南湯 南湯長什麼樣子呢 這邊有個小小的洗手台 可以讓你在使用完的時候 來做出裝打理 還有有吹風機 那這邊就是置物櫃 平常的話它這邊會擺放毛巾 那我們推開門呢 就是可以洗澡啦 而且它除了室內的一匙 哇 也是 哇 溫度很棒耶 很棒耶 跟外面 YA 終於打開燈了 好吧 我發現我的手機是拍不太出來 不好意思 現在要去打擾人家了 打擾人家了 這四位是我在晚餐時認識的朋友 晚上呢 就來他們的房間喝酒聊天啦 然後他們說 這是他們第三次來到這間旅館 因為真的太喜歡了 每年都會回來 還跟我分享他們過去來台灣的經驗 真的是特別的有趣 下一次我們台灣再見囉 嗨 大家早安 現在是早上 8點20分左右 還在準備吃我的早餐 今天我本來是打算 6點要日出的時候去空拍 可是哥們起不來 太累了 跟你們說 這邊的餐點 絕對會是讓你想要回放的原因之一 早餐的話呢 有分中式和日式 前一晚老闆娘會在用餐時詢問你 我兩個都吃過 但我自己是比較喜歡西式的 這一次也就選的是西式啦 那他的餐點是一道一道上的 非常的講究 第一個會先給你沙拉 還有放了水果的優格 然後是培根和蛋 看看這個培根還有蛋的色澤 哇 光是再看一次照片 就覺得 口水都要流下來了 然後最後呢會給你幾塊圓包 桌上都會有醬讓你沾 然後這一張是我上一次吃的日式 有一些小菜啊 味噌湯還有飯 但我自己比較不習慣早上就吃飯 所以 又選西式啦 旁邊像是牛奶果汁也可以自己去用喔 哇 在這個雪景旁邊吃早餐 絕對是一大享受啊 等一下呢 就是要去滑雪啦 我看那個地圖上面 綠區啊 就是適合行手滑的地方 在更上面還有 可是上面我也是 我沒有去過的區域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要 再往上面去挑戰 跟探險 解鎖更多位置的區域 好啦 那待會見了 掰 來吧 今天呢 是最後一個滑雪的日子 也是今年我的 最後一個雪季 哇 你看今天的天氣 真的是超好的 天啊 現在是準備要去 進攻 你現在是看到最上面的那個點 小點點 欸 水地完全睜不開眼睛耶 那個反射 太吃力了 喔 好多了好多了 今天的雪感覺 鬆鬆軟軟 還不錯 你也在這邊滑滾 對啊對啊 今天就走了 不好意思 哇 突然加速的感覺 這景色絕了 絕了 各位老鐵們 刷一波6 666 等一下我給你們看前面那一個有多恐怖 OMG 超級無敵高的 希望 等一下我可以活著下來 然後 鞋子什麼都要重磅 真的很高耶 很誇張耶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但真的很陡俏 往左是中級紅線的 右邊是初級 哇天啊 這邊的視野超棒的 屁啦 這最好是綠線啊 剛剛霧床好像黑線的地方 真的下不去 真的下不去 太難了 然後現在來到一個紅線的地方 我也是沒把握可以滑 而且它旁邊都是沒有 沒有那個護欄的 很恐怖耶 我就這樣慢慢的路下去 太恐怖了啦 你們看它旁邊出去就出去了 不過這邊的雪好鬆喔 腳沒力了 這邊太難了啦 我要休息 不行喔不行了 它只有一段是平緩的 而且重點是這邊 也沒辦法走到上面的藍車再走下去 我以為都只向前面這個斜坡而已 想不到這麼難 那我已經 也沒有準備好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沒辦法準備好 下一次應該就不會再來這個滑雪場了 畢竟日本的滑雪場有幾百個 要玩的還有很多呢 沒有準備 也是 得下去了 不行我克服不了 我克服不了我的恐懼 我克服不了我的恐懼 我腳好痠喔 Fuck 我的腳好痠喔 這邊絕對是 岩圓滑雪場最恐怖的地方 終於來到一個比較正常的高度 波度了 啊 終於 我活下來了 哇 抓到了抓到了 好啦 現在要準備去吃午餐囉 go let's go let's go baby 我第一次這樣順利滑下來 有進步了 又進步了 又進步了 直接這樣一路滑到那個 一路滑到那個 一路滑到那個 餐廳 舒服舒服 夜 吃飯吃飯 好我們先進去吃飯 嗨各位同學 我剛剛 吃完午餐啦 現在來做最後一滑 那今天的影片應該差不多就到這裡啦 關於岩園滑雪場的資訊啊 還有住宿的網站 我都會放在下面的連結 如果你對他們的旅館 如果你第一次來日本滑雪 不知道要去哪裡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這裡 我覺得十分不錯 很適合新手 來的一個滑雪場 就是你也不用擔心 出去的交通啊 就是只要滑下去 就可以回到旅館睡覺了 整個便利心是很足夠的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還有我們劉根言 大家下次見 掰掰 請記得點椅子 應該會接近 離開 妙人 titel 打薄 i can be at home i set my mind right on your heart oh man's like out of this bar no i don't want to restart things get hard and time wears scars took up with what you are took up with the whole dog sometimes you can't even see what's right in front of you i can't even see what's right in front of you i can't even see what's right in front of you oh oh man oh 现在准备回去了 东西收一收了 要离开爱的雪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